哈喽大家好我是前辈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试吃我在俄罗斯超市买的这个 这么小巧的一块鱼籽酱啊 一小盒鱼籽酱 你别看它小啊 可老贵了 这么一小盒是50克 然后卢布是3300块钱 这个样子 折合人民币是250块钱 我算一下 那一斤是2500啊 对 一公斤是5000块钱 真的 应该是我吃过最贵的鱼籽酱了 当时我在超市里拿的时候 它是罐子外面还有一个盒子 盒子外面还有一个网 装着一个锁 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上次弄了一个乌龙啊 在哈萨克斯坦买了两个双拼的鱼籽酱 就是那个就是假的 仿的 这个是来真的啦 我们今天 今天我准备了一些材料 咱不能单吃嘛 多单调啊 我弄了一个鸡蛋 然后一点酸奶 还有薯片 应该是有一个吐司或者小薄饼的 但是我没有 我就用这个麦片代替 我先把它拿出来 我觉得这个快装麦片的形状 也很适合放鱼籽酱 吃鸡前我废话有点多 就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因为毕竟好像也是第一次 正阿八经吃这个鱼籽酱 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鱼籽酱是有红色和黑色 黑色就是我手上这个 一般是鲜鱼籽 然后红色是鲑鱼籽或者大马哈鱼 关于这个黑色的那个鲜鱼籽 它鲜鱼也有很多种种类的 就是价格也不一嘛 有些贵的几万块钱啊 或者多少 反正一颗一颗算钱的 那种贵的我是吃不起的 这种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然后打开 先闻一下味道 没什么味道 没什么腥味 首先第一个吃法 肯定就是放在这个虎口上面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放 就是人家这么放 我也这么忙 还有我也查过 不能用金属的 就因为金属会氧化 我用那个塑料勺子 人家是用那种贝母勺子 就是贝壳做的那种勺子 试一下 放在这里是为什么 是装逼的吃法 还怎么样 我觉得吃起来比较方便 我可能会爱上这个 为什么 好吃 还可以 在比较上这个挺贵的 我这款它口感属于那种丝滑细腻的 我也查过有一些属于那种清脆的口感 说是能吃出坚果味和咸鲜味 咸鲜味我能吃到 特别是后面 舌头这样叼几下 坚果味暂时没吃到 反正我就是不难吃 就没有腥味 可能对我来说 没有腥味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牌子 Roy Black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牌子 但是这个已经是那家超市里面算是最贵的一个了 品牌 对 因为其他你看到有7000多了 是因为它比较大 对比较多 是的 我选择那个高价位当中的少客树的尝一尝嘛 一般西餐里面会经常出现这个鱼子酱 有些是作为点缀 有些是就是把它单独吃 然后搭配各种东西 我也查过就是小薄饼啊 小土豆啊 还有鸡蛋啊 酸奶油啊 各种各种 我先试一下这个 两极风化它是 麦片是脆脆的 然后这上面是细腻的 软软的 搭配这个不妥 为什么 可能素杂饼干会好一点 因为它很脆嘛 很吸它里面的汁啊 或者那个 一咬下去啊 整个就被这个吸收了等于说 那你待会搭配薯片试试 选一个大一点 反正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 以前吃到过的也是那种可能 日式自助里面 会有一小盘子样子的 口感完全不一样 像不像样有没有 但是我们其实国内的鱼子 也很有名 特别是浙江有一款鱼子酱 很顶级 好像是渠州那边 对渠州 渠州就很有名 是吧 第二种吃法 哦 第三种 这样就喝耶 这比这个麦片 你好合理 因为它薄 嗯 你帮我弄一个 其实不应该用酸奶 应该用酸奶油 或者鲜奶油 那就我不要那个酸奶 我就这样子 这一口得20块钱 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 这鱼子酱确实没什么味道 对啊 没什么味道 那我淡口的吃一个 淡口的 等一下 我不要你的虎口 你的虎口 来 我的虎口脏 一定要用虎口的 我虎口脏 没洗手 没事没事 它可能要一点脏的感觉 就是不然放在这里干嘛 它就是要脏脏的 可能搭配的这个吃 风味就不一样 你别把我手弄脏 你尝出有没有坚果味 我最终还是那个说片的味道 我放在鸡蛋上面吃一个 看一下 目前为止这种吃法是最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 鸡蛋它是淡的 它本身是有点偏咸的 就这种搭配 鱼子酱它的风味是占主导的 有点好吃 这东西应该也是吃的惯的人 就是很喜欢吃不惯的人 就是吃不惯吧 对 如果吃不惯 你看到这个形状 跟青蛙软一样的 就吃不下 青蛙软是这样的 青蛙软不是这样子的 我反正 目前为止是不是最好吃的 我之前看过纪录片是怎么做这种鱼子酱 它不是说从鱼肚子里面弄开来 就可以直接吃了 它好像要腌制一下 如果用薯片搭配这个鱼子酱吃的话 它薯片要选择低咸的或者 不然的话它夹在一起会很咸 马上吃完了 不经吃 我再吃个原味 我可以下次 没有下次 没有鱼子酱 我想弄点苏打饼干 或者弄点土豆 看看各种搭配风味是怎么样子 先吃我一件 口感是细腻的 就吃不出它那个坚果味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顶级的才会有那个坚果味 我不知道我吃的是不是 西伯利亚寻鱼子 它有一款是西伯利亚寻鱼子 好像这家那个顶级的牌子叫 卡路加 还是卡加路啊 那个牌子 你要不回国了 你买个试试 是吧 开箱嘛 自己国家的 对啊 就我们中国不只是浙江有 还有四川 还有其他一些地方 好多地方都有 出场这种鱼子酱的 就好像有一点把价格 给打下来一点 但是顶级的还是很贵 就很多人其实就想不到是吧 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做这种鱼子酱的 我之前看的纪录片就是人家去国内的工厂 嗯 去有去 呃拜访之类的 一般想到鱼子酱肯定就是俄罗斯 然后前苏联的一些国家 伊朗 对 是吧 还有土耳其 这样子 其实吃的最多就是欧洲吧 或者就是那种西方国家 嗯 是就是因为他们吃西餐嘛 需要搭配这个 今天我把它干完好吧 你干 我上次那个鱼子酱真的笑死我了 我之前看人家那种旅行纪录片 就是去看茶家钓那个 大马哈鱼 他直接把它剖开来 里面就是这种鱼子 然后他们直接吃俄罗斯的 啊 剖开来直接吃的 就没有腌制过就剖开来直接吃的 给我们小豆也吃一点 吃点 前辈吃剩下的 同甘共苦呀我们是 吃好吃的时候也要一起吃 吃苦的时候也要一起吃 其实这样子吃还是有一点点咸 我觉得你觉得 是的 是有点咸 嗯 反正比我想象中 好吃 哎对对对是吧 嗯 因为我想象中我可能第一口应该 做眉头 心 对就是心 嗯 但没有 最后的几块钱不放过是吧 对 上次我做这个卖瓶钱品的时候 上面放一点牛油果 再减聚一点这个 那就直接勾起了 那个咸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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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